聊人如也提示您精彩继续 黑三角这部电影 设置于1977年 18岁的演员刘佳 成为中国荧幕上 第一个身着泳装出镜的女演员 1978年 星城这座海滨小城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也开启了历史新篇章 星城里有一个民间的泳装博物馆 面积只有不到100平方米 里面没有古董 没有文物 但却浓缩了星城泳装业 近40年的发展历程 记录了一段充满激情与变革的岁月 当时呢 就是这一块面料上 通过这些小的弹力筋 把它抽成这种泡泡感 可以讲当时都已经卖风了 这件泳衣 满海边都是 星城泳装业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 星城濒临渤海 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西部起点 天时地利人和 促成了星城泳装发展的萌芽 创业初期 老一代星城人展现了他们艰苦拼搏 和大胆创新的精神 妈呀你说呀 现在这个小刀三啊 扶货市场流行 这个吧 这个戴纱还挺好看 在星城最早的一批泳装人当中 侯玉琴是目前年龄最大的一位 那时候像侯玉琴这样干起来的 还有南关村外的刘家三姐妹 那时候做不拥有衣钱也挺有意思 我们家是姐三个搁一个 做出来之后 到礼拜天都去了 都背着大包 前后背着 到北戴河下车 就是一路小跑到这个海滩上 就赶紧去找这个客户啊 那时候 一件泳衣成本大约两个元钱 售价三元 每件约正一元钱 一天做十几件泳衣能挣十几元钱 刘雪莹开始做的第一个月就挣了四百多元 这笔钱对于当时的普通职工来说 相当于半年的收入 于是 她决定辞掉幼儿园的工作 和两个妹妹一起干起了家庭工厂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新城的泳装业在经历了小作坊发展时期 和工厂集约化加工阶段之后 也迎来了互联网时代的新机遇 80后的周嘉初中毕业后经常上网 很快就熟悉了互联网特性 2006年她尝试着在互联网上销售泳衣 于是周嘉成的新城泳装业销售转型中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当地这些泳装厂像过去 它根本都没有这些互联网思维 我在那个时候 引领着他们一起往这里边去做 成功后的周嘉开始向当地的泳装企业 推广互联网销售模式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 新城很多企业都开始用互联网销售泳衣 一时间只要在互联网上输入泳装 新城两个字就会大量地出现在网页上 新城和泳衣就这样成为命运相连的两个词汇 2011年夏天 首届中国国际泳装文化节 在新城古城里举办 在这座饱经沧桑的历史古城里 一对对肤色不同 身着比基尼的中外美女们 微笑着走过盐徽街的祖式牌坊 引来围观者无数 新城古城就这样 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让传统与时尚相遇 吸引来世界关注的目光 新城人也以此为契机 开始建立自己的泳装品牌 打入国际市场 王娜 刘雪莹的女儿 也是新城新一代的泳装企业家代表 2005年在北京当大学老师的王娜 由于家中的一次意外变故 决定和丈夫回新城 揭手母亲的泳装厂 谈家一些展会 不让中国人进 我觉得很受伤 有太大的察觉 能够看得到 所以说我们还有自己的品牌 王娜认真分析了行业前景 认为只有打造自主品牌 才能在市场上变被动为主动 也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拥有话语权 这个老院子就是原来的姥姥家 然后我们家的第一件泳装 就是在这里面做出来的 建立自己的泳装品牌 必须在泳装设计上 有自己独特的定位 于是王娜开始在新城古城里 寻找传统文化元素 充实自己的设计灵感 新城是以满族文化 为主要特色的地区 满族刺绣是满族妇女 学习和掌握的一项记忆 董宁自小开始 跟姥姥和母亲 学习满族刺绣工艺 现在她是辽宁省 新城民间绣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董宁天资聪颖 多年来又走访名家观摩学习 逐渐形成自己的刺绣风格 并成为新城满旧的代表人物 2005年 董宁开了一家满旧工艺品店 推广满旧工艺品 前来参观和学习的人越来越多 于是 董宁开办起满族培训班 义务教学员满族工艺 开始是喜欢吧 后来是觉得自己有这份责任 把它传承下去 王娜想把她的泳装品牌 打进欧洲市场 董宁希望将新城的满族刺绣 推向世界 一个汉族姑娘和一个满族姑娘的命运 在这里产生了交集 他们决定把传统满旧的元素 融入泳装的设计理念 让充满中国风的满族工艺 伴随着新城泳装 进入欧洲时尚前沿 让新城品牌叫响世界 2017年7月10日 由王娜创立的自主泳装品牌 携手满族工艺 在法国巴黎法尔赛宫展览中心 为观众带来一场 中国古运风上 融合世界时尚潮流的 视听盛宴 匠心独具的满族泳装 吸引了无数目光 泳装上的满族图案 海东青图腾 象征着中国人勇敢奋发 永不放弃的顽强精神 2017年的中国葫芦岛星城 国际沙滩泳装文化博览会盛况空前 阿里巴巴 亚马逊 Ebay等国际国内六大知名电商平台 齐聚星城 星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中国泳装名城 2017年的博览会 以创新跨界为主题 还首次举办了 中国三地数码服装设计大赛 星城作为全国三大泳装生产基地之一 跨境销售远至亚洲 欧洲 北美洲 大洋洲的几十个国家 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大泳装生产国 勤劳智慧的星城人民 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时间里 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新与发展之路 一件小小的泳装 一群敢于挑战命运的星城人 创造了一个影响世界的产业 这个群体迸发出的变革力量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城市的发展 每年盛夏 星城便色彩斑斓 热闹非凡 对星城人来说 这是举城狂欢的节日 也是星城迈出国门 走向世界的 时代进行曲 当时很多年目标打开战 其それ以后 来了 感谢观看